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十二星座里哪三个星座被称为社交终结者 开口即冷场 社交牛逼症 顾名思义 它与社交恐惧症相反 形容在社交方面不胆解 不怕声 不惧别人的眼光 不担心被人嘲笑 能够游润有余的沟通 但是有这么几个星座 他们既没有社交牛逼症 也没有社交恐惧症 只不过当他们开口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会犯社交尴尬症 对此 我认称他们为社交终结者 一 金牛座 金牛座跟关系很好的人在一起时 也是能够畅所欲言的 他们虽然不像天成 水平那样在人群中游润有余地处理好和所有人的关系 但是也不会一说话就把天聊死 在金牛们遇到不喜欢的社交环境 或者觉得和对方不是一路人 金牛座基本眼都不眼 直接开摆 你说狗 金牛就说记 和不熟悉的人进行没必要的社交 在金牛座看来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 金牛在这方面的执行力非常强 他们也很清楚地明白怎样能让聊天变得更加尴尬 达到他们的目的 2.巨蟹座 巨蟹座平常温温柔柔 对朋友体贴细心 但是巨蟹座也是非常慢热的一个星座 在与不熟悉的人刚刚接触的时候 巨蟹们总是喜欢表现得有点点高冷 就算你想要和巨蟹座熟悉起来 加上了巨蟹的联系方式 也不会有突然变得默契和拍的情况出现 经常你说了一大串话 最后得到的回应就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一次还好 两次三次下来一般的人很难接受和这样的巨蟹座成为好朋友 巨蟹座之所以会这样 还是因为他们的安全感不足 在债易接触的时候 巨蟹们总是习惯以冷静客气的态度对待陌生人 这样也是巨蟹们为自己建立的保护客 除非他们真正认同一个人 否则是不会轻易走出外壳的 3.处女座 喜欢挑人毛病的处女座 天生就是难搞的代名词 处女们不会因为想要维护关系而说一些漂亮话 处女座很认同第一印象带来的感觉 如果处女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不佳 那这个人就很难与处女座成为朋友了 虽然处女座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很理性 但是在社交方面更靠感觉 如果处女座觉得这个社交场合并不适合自己 那你就会从处女们的嘴里听到特别刻薄的话 这也是处女座面对这样场合的常规操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